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让你在短多单 强反弹短多单也赚了一些钱 恭喜你 那第二个 如果之前在高档套倒的人 或许在整个今天这根的中长虹 回到整个季线上销附近 反压区这附近 至少可以让你手上原本套牢股票 至少不会套那么深 至少有比较好的高点 可以做一下短线高出低筋的加差 当然为什么说整个今天这根中长虹 拉上来过程当中 老师 你刚刚有没有讲错 如果想放空的人 做空的人 为什么有什么好值得高兴的 不是今天这根中长虹上来 不是很多的在整个低档 八千九百点上下附近放空的人 不是今天都被嘎到嘎嘎叫吗 那我相信其实 我们在过去这一个多礼拜来 我们天天在节目当中 怎么跟头中分享 我想还记得吗 我一直跟头中讲 第一个 短线怎么样 短线来讲的话 整个大盘加群指数 因为月季线的死亡交叉 而通常月季线的死亡交叉 出现的过程当中 你不要急着马上在低档 去做任何的追控动作 因为通常会有所谓的短线的 又多的怎么样 反弹 听清楚 当整个月季线出现 所谓的死亡交叉 如果导播可以的话 帮我们带一下 整个大盘的K线图 就很清楚看出来 当有没有发觉 在整个上个礼拜五 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 出现所谓月季线的死亡交叉 那时候我们就已经很清楚明白的 不管在节目当中 或者在我们无条件 跟头中分享的一个 台股的关键转折报告里面 都讲得非常清楚 通常出现 所谓的死亡交叉 会有短线的一个什么 又多的反弹 而等到弹上来 来到相对高档区的压力区 才是你另外一次的怎么样 出手的一个空方的一个狙击点 因为最下来大盘加群指数 按照过去的一个历史经验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这大盘加群指数 最近这几天 随时应该就有机会 见到这一波的一个 从整个低档反弹上来的 一个相对高档 之后再下去做探底打底的动作 所以回贯谈到整个大盘加群指数 我想在整个今天的这一根长红 全市场乐观之余 我们必须很肯定的告诉各个 投资朋友几个的变化 第一个 如果导播当我们带下 整个大盘的一个分时走势图 你还注意 今天台股盘中的最高点 是来到多少 9160附近 刚好是来到整个季线附近 第二个 有没有发觉这件事情 今天的台子期 导播谢谢 今天的台子期的分时走势图 有没有发觉这件事情 今天的台子期的分时走势图 盘中最高是来到9164 一度翻为增加差 甚至如果到目前为止 导播也再帮我们带一下 刚刚你所秀的 让投资看得清楚 到目前为止你会发觉 原本这一波 从整个8900多点反弹上来 一直呈现在大概平均 每天30点上下附近 230点的一个台子期的逆架差 在今天的这一根中长红 正式出现所谓的怎么样 增加差 而当整个由大幅的逆架差 翻为增加差过程当中 这个就是我们一直跟投资本讲的 是你多头该性高惨略 该又认为兴致淡淡的 又要在整个今天的这根长红之后 又要准备把空头 搁到外太空去吗 就好像之前在整个 9399点当时一样 还是今天的台子期 由逆架差 转为正架差 会不会是反而是多头 你另外是短线的一个警讯呢 那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想回过来谈到整个过去 大概这将近半个月以来 我们怎么带着 我们的整个 针对整个指数方面 透过大财富的操作 我怎么带着我们家族成员操作 我相信各位投资都非常的清楚 第一个 记得当时在10月25号那一天 25号那一天 如果打破这边可以稍微放大 可以让投资看得清楚 当时为什么在 9378点那一天 最高当时最新的指数是在9378 当天盘中最高是来到9399.97点 也就是这波9400点当天 为什么在这个价位 9378上下附近 我想我们在10月25号那一天 我们公开的来 打破帮我们缩小 公开在节目当中告诉你 大台富再度的出手 对10月25号那一天 原因里有我们讲过的 因为原本一度大幅度的一个 当时是11月份的台子节逆价差 一度翻为正价差 所以我们当时记得10月25号 当时大盘指数来到 接近9400点附近 多头当时信誓旦旦的 天真乐观的 说要把空头嘎到外太空 嘎到万点不试梦的过程当中 我们却是在这边 带着我们家族成员出手布空单 回过来看来个头车 你自己回过来 读国请导播帮我们带下 整个大盘的K线图 就很清楚的知道 这一波从整个高点下来 9399 这一波我们在9378放空下来 整个这一波跌到多少 跌到整个8879点 跌了大概500点左右下来 而且你别忘了 当天在看到高点那一根中长虹 却是台子期范围增加差的时候 也是群市场一片乐观的时候 第二次我们然后呢 第二次也是在整个这个月初的时候 11月10号 当天在革 就是在整个川普当选后的隔天 台股是直接跳空大涨200多点的过程当中 如果导播可以的话 这边再稍微 好帮我放大一下下 当天台股是直接跳空大涨了200多点 你想这款盘 去200多点盘 谁敢在这种大长虹 大涨格局的一个情况之下 带着我们的大财富的家族成员出手布空单 对不对 当时为什么在这边 当时为什么要在这边出手布空单 我想我们当时我讲得很清楚 因为反弹到压力区不过 大财富再度出手布空 也是一样 利用盘中一度台子期 由逆价差转为正价差的那一当下 那一瞬间 我们带着我们家族成员出手布空 而这出手布空之后 我相信不用我浪费太多时间多讲 你看到台股智商直接跳水中错下来 而在整个台股中错将近200点的那一天 全市场开始恐慌悲观 开始全市场很多的专家 很多投资朋友认同杏杰老师我这一波 从整个9378点放空之后 下跌将近500点的过程当中 很多人开始想在低档停损股票 很多人可能在低档想去做 任何追空的动作过程当中 我想我们在11月11号那一天 节目当中很肯定的 很明确的告诉各投资朋友 空单全数获利回补 对不对 大财富再添一胜 开心度周末 也因为掌握到每一次的一个 大盘反弹到末段的一个 台子期由利价差转为正价差的一个卖点过程当中 我想这一次的直接的一个大涨 也让我们的大财富家族成员 不敢差一点点就被输翻 这一波大涨了多少 80几% 大涨了87%左右 我相信各投资朋友都非常清楚 好那重点来了 我想刚刚各投资朋友也看到我今天节目中一开始 我讲的 今天整个台子期再度翻为正价差 而整个大盘的加权指数 今天这一根长红拉上来 盘中高点来到整个9160上下附近 你不觉得刚好来导播这边稍微帮我放大 刚好来到所谓一个季线的反压区吗 好那如果来到整个季线的一个反压区 来到整个压力区 你是要看到今天这根长红 而过度乐观的再去做追价的做多吗 认为台股要直接像国际股市 直接大涨上去 再写什么 直接上万点吗 还是这边可能短线随时 就像信杰老师在上个礼拜 低档8900多点 我跟你无条件分享的 台股的关键转折报告里面讲清楚 来到整个这边的压力区 你应该可以跟着信杰老师 大财富的家族成员一样 做同样的动作 上档也许风险几十点 可是如果从整个9160 下来过程当中 如果万一这一波 不小心又被信杰老师我 所命中所看对的话 真的大盘指数再来回撤 再来跌破整个前波的低点 这一波的低点 8879点的话 你不觉得是 这边在整个9160上下 放空的风险 可能只有几十点的风险 但是下档的利润 可能又是几百点 倍数翻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今天 利用今天这根中长的过程当中 对不对 我今天很清楚很明确的告诉 各位现在投资朋友 我安全按照我 上个礼拜给各位投资朋友的 我们的一个 台股的关键转折报告里面的规划 来操作 今天在整个这边 来导播帮我们带一下 在整个最新的指数 我印图的时候是在 9148上下附近 大盘欠货在9148上下附近 大财富再度出手不空 而为什么今天在这边 再度出手不空的原因理由 我想 刚刚已经跟投资朋友分享的 应该是蛮清楚的 第一个 大盘加均指数已经来到 所谓一个机型的压力 第二个 今天的台子期 已经从逆价差 正式翻为正价差 会不会最近这一两天 这里是另外次的大盘指数 反弹结束的另外次的高点 所以如果你想要掌握到 这一次的关键转折投资朋友 那我相信 真的不用浪费时间多讲 鸽头这很清楚 新加速 不敢说是神 百分之百 每一拖都精准的命中到 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 我们在整个指数方面 透过大财富的操作 目前我们的战绩是 是12胜2负 不敢说我们是神百分之百 偶尔也会有短线看错 做错的时候 所以我们曾经有 LOS过两次 但是至少我们到目前为止 我们胜率是高达九成以上 那大家很清楚的知道 谁才是真正趋势 转折 看最准的专家 林心里最清楚 当这次反弹到整个 境线 9150点这边的反压区 你认同信杰老师 我的看法 我的操作策略 这边放空 可能风险只有几十点 但是下档的利润 可能是几百点利润的投资朋友 来 旗鼓双赢 178 一律服务到明年底 让信杰老师带着你 一路发到 一起发到明年底 有兴趣的投资朋友 欢迎你 可以跟我们线上 分享把整理络 谢谢 好 非常谢谢信杰兄 我们现在看一下 台幅市最后收盘行情 结果最后一笔的话 是有些下压的力道 涨幅压缩上涨了 92.9133点 量已经是来到了804亿元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了 再回到节目现场 台股投资讲座 掌握趋势转折 就能掌握财富 11月26号 上午在高雄 下午在嘉义 11月27号 上午在新竹 下午在中立 11月29号 晚上在台北 免费报名专线 0809 080 518 0809 080 518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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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以后 该吃就要吃 如果怕累购存 又怕控性货 该吃三支火山飘 小鹽鸡鸡鸡鸡 先小鹽鸣鸡鸡鸡鸡 双孝合一 是我们安心的鸡鸡鸡鸡鸡鸡 五光十色的绚令魔法 将引领我们再次回归 到这找到幻笑 奇想 一起找回心中那个小小魔法师 2016新北市欢乐耶诞城 电电货 电电货 品质全面提升 让你电视看得到 电电货买得到 电电货买得到 你的组物照片 0809 058 101 最新滑料偶像戏剧 还有爱玩客带你吃喝玩了 超夯节目特建明星商品 对 主要我就是 不是说铺到好的面膜 应该是拿掉之后觉得 新关元送888 立刻享有限定现场 快加入电电货 本丝差 本丝专属 寄件好力送给你 金券十一住行 尽在电电货 红星明目丸治疗你 眼睛疲劳 酸 色 老婆油 看不清的痛苦 红星明目丸和方醇中药 正符合准 效果有保证 避免眼睛老化 用红星明目丸得对啊 让您看得更清更明 更有效 好 欢迎锁定趋势百分百 在刚刚所看到的 新城市一个 价量其洋的情况 不过这个洋 其价量的部分 量的变化 也来到只有804亿元 那么接下来 新智雄部分 进一步关注的重点呢 我想其实谈到 整个大盘家群指数的部分 我相信其实 各位亲爱的同志 非常清楚 从整个今年初到目前为止 我不敢说我们是神 我们是百分之百 但是至少在整个美美 关键的一些短线或者波段 转折点 我们几乎都精准的 事先的帮客 都从掌握到每一步的转折点 包括在整个过年前的7800点 我们带你做多 对不对 当时在过年前 事先给你预告 会高空涨到8800点 之后真的来到8800点的时候 一样每一次都是在相对高档区 全市场一片乐观 失去紧洁心的时候 我们却是在高低档带你做多 在高档帮你踩刹车 甚至带着你积极带着你 反手不空单下来的人 这一波下来 从8800跌到整个8000点 一样在整个低档区 底部区 全市场一片悲观 没有人看好时候 我们再度的低档带你补空翻多 空单赚800之后 补空翻多上来 沿路从8000点 一路带着我们家族成员 以及个投资后 一路全力做多到整个9378点 而来到整个当时 9400点上下附近那一天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全市场非常乐观的过程当中 信誓旦旦的 说要把空头高到外开空去的时候 我说过了 这里反而是另外一次的怎么样 空点卖点和空点 绝对不是在整个9400点上下附近 还在全力做多 对不对 我说要上万点可以 但是请你先避开这一次的 上万点前的一个大甩叫坡 也就是俗称的中期的回档修正 所以我们刚刚在整个上半场 以及我们之前在整个高档区 我也跟投资后分享过 为什么在10月25号那一天 针对整个指数方面 透过大财富的操作 我们会在这边 如果导播这边方便的话 可以稍微帮我们 稍微放大 让投资后看清楚一点 为什么在整个9378点这边 我们出手不空 我说过的 我不奢求 空到最高点 然后卖到最高点 买到最低点 但是在整个9378 当时也许去做空单的动作 短线有被人家稍微短嘎的20几点 可是当整个回过来看 为什么在这边出手不空 我想我们刚上半场讲过 因为这边是原本大幅度的逆价差 台者级的逆价差 一度翻为正价差 我说当一些短空单被嘎出场的时候 当市场的多单开始天真乐观的 要信誓旦旦的 要把空头高到外太空去的时候 却是我们开始出手不空的时候 甚至包含在整个11月10号 那一天也是一样 那一天来 老婆这边稍微帮我放大 当天台股也是大涨200多点 有没有发觉 信誓老师我 不会不经意再什么大跌100多点 大跌200多点的时候 再去带你做任何追空的动作 对不对 那你做追空的动作 大家都知道 当然很容易被人家空在地板 很容易空在短线地点被人家嘎空 我说就算你要空 为什么说信誓老师我比空头老师更会放空 因为我都是带整个波段的相对 比方说在整个今年三四月的8800 比方说在整个这一波的高档 9378空 对不对 甚至在整个短线的反弹 来到压力区的高档区 我们带着我们家族成员 以及各位亲爱的投资 你看公开的在节目当中 我只要空的点空下去 我就什么 我就把图印出来 对不对 也许家族成员的一个出手的点位 可能是跟我什么 抗讯跟印图的时候 落差十几分钟而已 但是我相信这几分钟 应该落差不会 好几百点这么多吧 可以差几点有 有可能差个几点 这个我相信 这个我承认 但是相信不可能落差好几十点 或是落差到一两百点那么大吧 那你会发觉在整个这边 我们为什么当时出手不空 因为你如果仔细回过来看 你有兴趣的头上去了解 你可以去验证 我们再度是在台子级 由逆价差翻为正价差的瞬间 我们出手不空单 好 那过去的这个空单的操作的策略 我相信我不用浪费太多时间多讲 我们的空方 在这一波从9378下的过程当中 这一波500点跌幅 我们的空方是大获全胜的 这个你非常清楚 对不对 也因为懂得利用反弹到压力区 在高档区不空 所以你会发觉 为什么我们在整个大财富操作 可以轻轻松松 不敢说每次都倍数翻 但是都是接近倍数翻的一个情形 原因就在这边 好 那现在重点来了 当我们在整个上个礼拜 把所有空单 上上礼拜把所有空单 获利回补之后 我们是不是在整个上个礼拜 一整个礼拜节目当中 我们是在整个到昨天为止 甚至在整个上个礼拜五 我们跟歌头之后 五条件分享的 台股的关键转折报告里面 都讲清楚 你只要短线敢给我弹上来 你只要敢给我来到整个压力区 也就是在来到整个月季线 特别是季线这个压力区 我说过了 如果来到这个压力区 除非你赌这个行情直接要上去 否则你可能上档的风险只有几十点 好 这边放空风险 你上档可能只有几十点的风险 下档如果从整个这边的9150上下 今天最高是来到9160 从整个9150 9160这边 9150上下 我再下来探底就好了 我不要说 我说过这不是大空头 我只要再下来探底打底就好了 那下档的利润可能又是几百点 对不对 所以我说来到压力区 请问个头之后 你该怎么做 是看到今天大涨盘中涨一百多点 老师我动不了 我今天一定要出手做多 老师我动不了 我今天一定要出手买股票 我今天没有买股票 我对不起我自己 你觉得很受不了 对不对 那真的你是被嘎空手 对不对 所以才会今天的成交量 800多亿成交量 换句话说 今天一定有人利用今天的价量起扬 再做一些调节动作 那我个人看法是 你应该是太多留强 找空点 而针对各国部分 那我待会再利用几分钟时间 跟头春分享 哪些股票 你这一波反弹上一定要卖 这些股票 你不要期望这一波 有太强势的反弹 比较没有这个机会 好 那回过来 整个这一波大家都知道 是美国股市的一个 川普的当选 带动美国股市的大涨 来 节目的关系 我今天没办法跟你做分享太多 但是你把我这句话记下来 你自己有兴趣的头春 去踹踹看 去验证看看 通过去这两三年来 道琼 美股道琼只要创历史新高 都不会一路看回不回涨不完 都是创新高后不久 也就是创新高做再涨个几百点 他都会拉回做整理 所以会不会美股的道琼 可能随时在最近这几天 也陆陆续去准备 见到这一波的高点 开始进入所谓的 涨多的回档整理 听清楚 我从来没有像其他专家 跟你讲过 美国股市在高档要崩盘 这句话从来没有讲过 我一直跟你讲过 美国股市顶多都是涨多的 创新高拉回 所以我讲了 美国股市目前还是走藏多 台股的藏多格局 一样没有改变 但是藏多 当中会有个所谓的中期回档修正 这个就是你要稍微 小心避开的地方 所以回过来谈到整个大盘加卷指数 来 我今天就是这么做 利用整个盘中的台子期 由逆加差转为正加差的过程当中 来最新指数的地方 我印度的时候是大概在9148点上下附近 我们今天大财富再度出手不空 我今天公开告诉你 今天还没有大跌下去 我们大财富再度出手不空 而我想其实过去这段时间 大家很清楚 谁才是真正趋势转折 开最嘴的专家 谁每一次的大盘的转折 都领先 在领先市场 在节目当中公开的跟你做分享 你是临心里最清楚 我不敢说我是神 我不敢说我是神 我们虽然是42生二父 也有偶尔做错的时候 但是至少我们胜率高达9成以上 如果你认同这次谈到整个季线色非烟的压力区 上档的风险 放空的风险是几十点 下档可能是几百点利润的投资朋友 你要跟着我们这一波来 在高档布控投资 来 这次的旗口双赢178一起发活动 欢迎你可以跟着我们脚步来操作 好不好 谢谢 好 我们来看一下旗子最后的收盘 在旗子收盘当中的话 台股指数部分大涨了123点 台股在1.36个百分点 电子指数更强 台股在1.54个百分点 上涨了5.6大点 金融指数其实今天涨幅相对比较弱后 台股只有0.41个百分点 最后要看到摩台指数方面的话 上涨了5大点 台股在1.48个百分点 我们请信兄最后定音 我想再谈到整个个股部分 近来说整个大盘加群指数 可能这边已经陆陆续续来到整个压力区 那如果之前你在高档区 你没有听信教老师的建议 把一些比较弱势的股票 或者一些景气开始走下坡的股票 做一些调节的一些投资朋友 我觉得这边你开始要特别注意 比方说在整个平盖股的部分 我想整个平盖股部分 包含在整个可乘 今天盘中的高点 如果导播可以的话 直接带我们带下2474可乘的一个K线图 今天盘中是不是来看K线图 刚好碰到整个月线的反压 再下来 那整个可乘再上去 你会发觉 既线半年线幾乎都压在那边等你 会不会未来这几天 如果还有高点上去 你该是找卖点 而不再找卖点 甚至你会发觉很多的平盖股 包含4958的F真顶 这些股票 其实这部的反弹都很弱势 对不对 4958的F真顶 可以帮我们带一下吗 你看今天到现在为止 几乎都弹不动 对不对 甚至在整个车用电子的部分 你看228的建林 今年股价甚至还持续的写下 整个今年波段新低 所以包含在整个1536的核大 3552的一个同质 短线跌生的 会有机会反弹 但是这些本益比还在高达 20几倍的一些车店的族群 反弹到哪边 你该留意一下卖点 你有相关个股的 接下来该怎么做 你都可以跟我们 线上粉饱整理络 好 那我们说过的 平盖股 反弹应该是找卖点 但是 什么样的族群 是我在最近这几天 节目当中 也就是我在上个礼拜 无条件跟你分享的 关键转折报告 里面跟你提到的 我说就是在整个 原物料族群这边 你反而应该是 拉回早买点 所以会发觉这件事情 包含在 如果导播可以帮我们带下 今天的1301的台塑 你会发觉今天的股价 写下整个今年的波段新高 对不对 今天台塑写下今年的新高 那为什么不是平盖股 为什么不是车店股写新高 为什么信杰老师跟你讲的 台塑集团的台塑写新高 为什么今天的1326的台化 帮我们带一下 谢谢 今天是一根长红 差两毛钱 也即将写下整个今年的 波段新高 对不对 原因留在哪边 那我想针对整个台化的 这些相关的 塑化股的基本面 看法我相信 这两天都跟同事分享过 那你说老师 这些股票 难道还有大厂挑剑吗 我个人看法是在整个大盘 这边震荡整理的过程 中期回档整理的过程当中 安全 而且至少上面 应该还有 几二三四%的空间 应该是几成的空间 应该是可以期待 听清楚 安全 而且上面 应该都还有几十%的空间 所以这些股票 你想稳稳的 在股票市场 轻轻松松开开心心 稳稳荡荡的 赚钱的投资朋友 我认为台塑集团的股票 这些台化这些股票 震荡拉肥 应该还是可以买 如果这边真的不晓得 该怎么出货的投资朋友 针对个股也是一样 起股双赢 178 当你信贾书 到明年底 但你一起发到明年底 好不好 谢谢 好 非常谢谢信心兄 感谢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